國道有遠景發現一輛轎車的後座乘客 沒有借安全帶把車子攔了下來 在盤查資料的時候發現 坐在前座一個男的是通緝犯 趕緊的呼叫支援 沒有想到這個時候呢 坐在後座的這個男的突然衝下車 就勒住遠景的脖子 要讓通緝犯逃跑 結果他反而被遠景制服 而路過的民間救護車司機 也趕緊的下車幫忙遠景協助 圍捕這個通緝犯 紅衣男子背帶後 乖乖靠著貨欄坐在地上 同車的友人情緒相當激動 看到鏡頭還想阻擋拍攝 你坐什麼啦 可以不要坐了嗎 這第二名公園 這一車三人態度不但惡劣 還攻擊遠景 24號下午中山高苗栗交流道 遠景攔車要查衛系安全帶 沒想到前座的男子謊報身分 因為他在去年因為組織犯罪被通緝 擔心被識破 同時後方的男子還下車與遠景扭打 掩護同夥逃脫 就把我們包住 然後那個通緝的就往 往往往 找到內向跑下去 我們已經 我在底下已經壓制住他了 然後救護車在協助我們這樣 通緝犯在家道上全程逆向大逃亡 警匪追逐還打傷警察 還好一輛救護車經過 趕緊下車幫忙 他在他追 逆向追 追一名船船 然後我們就標頭回來問他 看有沒有需要幫忙 然後後來他說上面還有兩個 然後就上來幫他們 司機幫忙協助圍捕 冤警過程中也因為扭打 傷了右手肘和手指 還好最後順利 將他們逮捕 解送歸案 記者洪志明 姚立報導 That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